為了保護市民孩童的就學權益 新北市從一百零八選年度開始 便積極努力的增設公投機構 目的優化教育環境 新北市四年內投入兩百億經費 增設公共化幼兒園一百八十三班 準公共化幼兒園八百二十一班 多五萬名就讀機會 也是全國收拖數最高顯示 若是孩子也要兼顧 新增特教班一百零八班 也是全國最多 國中畢業生在地就學率持續翻身 不只外施人數聘超過百位 六十七所雙語實驗課程學校 也增加二點五倍 四年前我們的雙語失之外施 只有八十六位 到了今年一一 我們已經倍增到 翻倍到一百七十四位 也是全國最多的 地質教育擴大和產業連結 目的培育世界人才 跟首創雲端智慧科技中心 收集大數據 為學校進行健康檢查 新北要以教育為根基 加強雙語智能兼具 提高城市競爭力 TVBS新聞施協員 新北市報道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